等一下… 嘿 我千千啦 要記得按讚還有按訂閱 順便介紹給你所有的朋友喔 大家好 我是美食帥千千 不好意思 我今天有點太快了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常常發生一個狀況 就是深夜看著千千的影片 啊 這個想吃 那個想吃 沒有開 已經關了 在台北 在高雄 在台南 有沒有這種狀況 有 各位 你們的心聲 我聽到了 首先 先請我們的小水 來幫我們採買一下今天要開箱的東西 有請小水 小水是誰 小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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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些 這一次呢我跟全家的媽媽主義 總共聯名共同監製了五樣商品 點心 小水 小水 這一次的主題是街邊小吃 這一些東西真的是跟現煮的一樣好吃 然後這一次呢其實我從1月的時候呢 就跟全家一直在討論跟一直在各種試吃 各種往來之後呢 終於在7月27號 這五款商品終於要上線了 那這一次呢五樣商品 有主食 有點心 有甜點 我們先來開箱主食類的 首先第一款就是這個 麻油肉絲炒飯 它裡面的米飯啊 它是不會太濕潤 因為我那時候 在跟全家討論的時候 很重視就是 炒飯怎麼可以濕濕軟軟的 所以它吃起來的口感 是粒粒分明的那一種 而且重點是 它的麻油香味道很香 但是尾韻不會有苦味 然後裡面其實還加了一點點辣油 但是怕辣的人不用擔心 因為它的辣油不是會辣的那一種 它就是增加那個香氣 重點是它吃起來不會太heavy 所以夏天吃也很OK 你看這個 它就是有點像是你一個人撒鼻吸 然後你剛剛看完皺 覺得沒有人陪伴你的時候 你就是很適合買它 最後一口 而且它意外其實還滿有飽足感的 好 下一個 接下來呢是這個 泰式辣炒豬肉飯 Sawdika 首先先給大家看一下這一張圖 是不是非常的可愛呢 所以大家有去買的時候 也可以拿著這個 比著這個動作囉 哇 你看這個燒麵滿滿的見了 我跟你說 這個一打開 香氣直接炸開 這個攪拌一定要攪拌得均勻 愛吃喔 知不知道 好香喔 我跟大家說 你們如果喜歡吃泰式料理的人 你們一定會非常的愛這個 這一款我覺得比較適合就是 中跟重口味的人 如果你本身吃很清淡 很清淡的話你就不適合吃它 你如果本身吃清淡 但你非常熱愛泰式料理 那你就一定要試試看這一款 因為這一款真的是 飯粒掉下去還是要吃一下 我跟你講這款也是得意之作 還沒上市有先吃到來 浪浪波 這泰式然後又講台語 好 先給大家看一下這個 這一款啊 它有一點點像打拋 但它又有一點點酸辣的成分 它入口的時候啊 那個打拋的香氣非常濃 因為它魚入的味道也滿香的 所以它整個混在一起 就是一入口的時候 你會有一種一秒到泰國 但它又不是打拋喔 你入口的時候 你其實還會有莫名的有一種 很像冬蔭湯的那種味道 酸辣湯的味道 但是它又不是冬蔭湯 所以它其實入口的時候 你就覺得非常泰式 有泰式的各種香料的味道 我跟你講這一款研發出來 這件事真的是很有趣 因為我們那時候其實是想要做打拋豬 各種試著試著的時候 突然吃到這一款太好吃了 然後它味道比較重一點點 所以給大家看一下 我覺得這個夏天吃 你會覺得整個開胃 我跟你說 你在半夜吃到這個 你真的會是會幸福到死 而且這個 也可以拿來當正餐吃 你們會覺得說媽媽主義 這種杯子感覺小小對不對 但是它其實吃起來還滿紮實的 好感動喔 自己的孩子啊 跟全家一起生的孩子 跟全家媽媽媽媽媽主義跟全家媽媽 全家媽媽主義一起生的孩子 它的辣我覺得算是小辣 但是因為我個人現在算是 算中等會吃辣 所以我覺得它的辣度對我來說 是有點像是提香跟開胃的效果 而且我很喜歡它味道啊 口味上稍微比較重一點點 但是你在吃的過程中 你還是吃得到它豬肉的香味 吃完了 這兩款主食 我覺得都非常的適合買來試試看 但如果你本身吃的口味 比較沒有那麼重口 你適合買麻油口味的 但是我強烈推薦 如果大家口味是都很OK的話 我很推薦你們兩款都吃 然後第一個要先吃麻油的 然後第二個再吃那個泰式的 接下來呢我們進到點心的部分 那我們就先來開箱這兩個 首先呢我們先來開箱水煎包 水煎包已經微波好了 給大家看一下 裡面有兩顆 而且很大顆 你看長得有多可愛 好可愛 是不是很Q 等一下 太燙了…等一下喔 你看這個 它的剖面料有多慢 蔬菜非常多 肉也很多 好燙 它那個肉汁真的是 它的蔬菜的量 然後跟它肉的量都非常的多 因為微波的那種皮啊 它其實會有點糊糊的水水的很濕潤 但它這個不會吃起來是很Q彈 重點是 它外面這個煎得脆脆的啊 它是有一點點香味在的 它咬起來還有它的那個麵糰 麵糰的那種香氣 而且你吃的時候你不會覺得它 就是很heavy 因為它蔬菜量放得夠多 又有蔬菜本身的那個鮮甜味 如果你想要台中style的話 你就買個東泉辣椒醬給它插屁股 好好吃喔 這一個 這是我的經紀人的最愛 吃完了 哇 美味 吃 接下來這一款呢 麻辣豬皮是超商首次出現的一個品項 各位 大家都知道我是 彰化人 肥肉信徒 豬皮信 就是我很愛吃那種膠質很多 肥肥軟軟的地方 這一次終於你知道 滿足我個人慾望出的麻辣豬皮 然後我先給大家看一下 哇 各位你看看… 我先夾一個起來給大家看 哇 哇 不得了 不得了 幹什麼 各位 我整個靈魂起來 你看這個 你看這個肥滋滋的 重點是你看這個多彈 多彈 有沒有彈 我今天要鼓掌幾次 豬皮最害怕吃到什麼你知道嗎 不夠軟 它這個的軟度是非常剛好的 重點是因為它是麻辣口味 可是它的辣是香的 它有花椒的香味 然後它整體其實 出來的那種麻辣的味道 比較像是那種 麻辣鍋的那種味道你知道嗎 我們全辦公室一直在敲完說 到底什麼時候會上 因為我跟你講它完全就是一個白飯殺手 這個超級無敵下飯 而且超級無敵下酒 跟各位說 當然看你們要選擇哪一個啦 就是我本人還滿喜歡喝99.9 9.9的 99.9哇 喝一口直接生命之水是不是 我跟你講現在追劇 然後吃一口這個豬皮 再配一口啤酒 欸我跟你說 白飯殺手最重要是什麼你知道嗎 一打開淋上去 它不只豬皮本身可以吃 它的醬料本身也夠味 來喔 對 我們就是這麼的剛好 我們旁邊就是有白飯 給它蓋上去啦 來 這叫做台版國手吃 台灣米吉利 有沒有很漂亮 這個應該是最強的 對 這個連鄉下的阿公都會喜歡 而且它的辣又是那種香辣 它又不會太辣你知道嗎 我就哇 好感動喔 怎麼會這樣 我要浪費 把它拿起來 我看一下豬皮包裝上面的物質 怎麼樣 來 我這個叫雙讚 一讚一讚 讚… 好 好老派的介紹 但我跟你們說 這個口味也稍微比較重一點點 所以你本身吃比較清淡的人 你可能就稍微糾結一下 那最後一個 祝大家情人節快樂 然後現在還有一點點醬汁 我們就是不要浪費 你們一定會想說我旁邊怎麼有白飯 吃完了 點心的類別呢 就是水煎包跟豬皮 我覺得這兩款都非常適合放在冰箱 冷凍就是買起來囤一倍不食之需 就像有些人冰箱可能會囤水餃 我覺得這兩樣也非常的適合放在冰箱 好 接下來就是我們今天的最後一樣了 點心有鹹的 怎麼可以沒有甜的 芋泥蛋糕捲 然後它是檳榔心芋頭的內餡 哇 真的是 包裝是不是也很漂亮 也是一個 就是我比讚 左讚 右讚 酸讚 讚 它打開是長這樣子 它中間是芋泥 外面有一層奶油 然後最外面的話就是一個蛋糕體 戚封蛋糕體 然後我跟大家說 其實我們打掉重練很多次 然後呢 最後final就是這個 真的是最精華的版本 給大家看一下 你看這個看起來 這個真的超級無敵好吃 你看這樣挖 你看這個芋泥有多多 厚厚的 滿滿的 你就不會有那個芋頭吃下去 有芋頭 嗯 芋泥的味道 怎麼沒有芋頭的味道 不會 絕對不會有這種狀況 芋泥本身很濃郁的味道 我已經就帶著它外圍周邊 那個奶奶的味道 再來的話就是它外圍這個蛋糕體啊 你不要看他沒有喔 它的顏色雖然就是 一個很normal的蛋糕體 可是它吃起來是濕潤的 完全不會乾 你不會覺得說它的那個 顆粒感啊跟網狀的那個蛋糕體的口感 很明顯 完全不會 這個長輩會很喜歡喔 年輕人也會很喜歡啊 然後這一次呢 真的是從主食 點心鹹的跟點心甜的都出了 也希望大家就是會喜歡這一次呢 跟全家媽媽主義共同監製的 這五款品項 其實我們這個走的其實從1月就開始了 然後一直到7月27號才上線 然後中間其實也是有往後延 弄了很久才終於可以成功上市 再來的話就是因為我本身非常的熱愛小吃 雖然說吃了很多不同的東西 但是我還是很喜歡這種小吃類型的 所以呢 其實很希望這一次出的商品 大家都會喜歡 絕對不是那種說 唉 啊那我就是去旁邊就是店面買就好了 或什麼之類的 我跟你講 真的跟現做的一樣好吃 你們試試看就知道啊 最後一口 好了那今天影片就到這 就非常感謝大家看我的影片 如果大家有去買到有吃到的話 也要記得tag我唷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 就先這樣 掰掰 再來開一包豬皮吧 豬皮